人因為工作長期被霸凌 被霸凌喔 已經無法正常上班了 要留職停薪 因為他的身心已經受創 手握稿指明在議會上揭露 援林縣府職場霸凌 活動率非常非常的大 換算起來呢 也就是平均1.5換一個人 離職 不管就是調理員單位 這是什麼情況呢 就我個人了解 有些同仁是因為生涯規劃 要去就讀研究所 電名壓力繁重的新聞處流動率高 以及處長活動時常不見人影 能力跟態度 還有對於人事之間的一個 沒有劇組喔 的尊重 我覺得是應該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這個部分我會請他再改善 面對霸凌的質疑聲浪 新聞處長卓一茲回應 第一時間並不知情 對議員質詢 我實心接受並且尊重 那有關於霸凌的事件 第一時間我毫無所思 因為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那當下我也立刻請了副處長 去了解同仁內部的溝通狀況 卓一茲私下透露自己因為健康亮紅燈 恐怠慢職務因此月底將離職 知情人士也為他平反 那是公務人員 根據了解雲林縣府不只新聞處留不住人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多位議員質詢池指出交通工程局離職人數多 地震處也傳出疑似霸凌事件 內部恐怕需要好好整頓 三連熊六月的雲林報導 城西邊策略 記者 李宗盛